将乌鱼块依序沾上面粉 蛋液和面包粉 再浇油煮出油炸 当酥炸完成后撒上香菜 小番茄淋上特制酱汁 一盘金黄酥脆的普罗旺斯酥炸乌鱼块即可上桌 让汪章浪县长和景山国小的学童们吃得津津有味 很好吃 因为是家义在地的乌鱼 所以又是自己煮的 所以感觉味道又变得更美味了 酥酥脆脆的 然后还有一点甜味 加上芥末酱的味道变如此新鲜 让我知道了乌鱼不只有乌鱼籽 还有乌鱼镖 还有乌鱼的肚子 而且乌鱼全身上下都是宝 透过实际的体验 甚至在我们老师的指导之下 我们完成一个乌鱼的料理 可以让孩子更珍惜 整个食物它的来源 更爱惜食材 嘉义县乌鱼养殖面积 广达200公顷 应有优良的养殖环境 可以孕育肥美健康的乌鱼 乌鱼籽加高味美 因此有乌鲸之称 其实乌鱼全身上下都是宝 那刚好最近乌鱼在缩后 所以我们就把乌鱼带到学校里面来 让他们了解整个乌鱼的结构 然后请厨师来料理乌鱼 然后请小朋友一起吃乌鱼 走进校园 让他们来做一个食鱼教育 让他们也知道原来乌鱼肉是这么的好吃 比乌鱼籽都好吃 让他们从小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季节除了乌鱼籽以外 也要吃乌鱼肉 县福表示食鱼教育活动 未来会持续在县内各国小巡回进行 希望让更多学童可以成为 知鱼 适鱼 爱吃鱼的健康食鱼小达人 新唐亚太电视方雅前柳燕巡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季节奏 必须一些问题 要快遇 Should Be 要快遇 往也是 一旁 匀 不 无